大家好,我是選單攻防大事記的坑主席 那接續剛才的立法院大小生 就是除了說立院的他的攻防 就是相信總統大選的過程中 就是我們也要知道這些總統候選人 然後他們說了什麼話,然後做了什麼事 然後是否經了其檢驗 那這個就是我們選單攻防大事記所想要做的 那簡單來講說呢 它就是總統辯論會的完整版 總統辯論會以往來講 它就是只會有辦就是幾場 然後就只有幾十分鐘的時間 那這個是很難來去 針對台灣的各種大小重大議題 然後來去做論述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就是從 就是從今年選戰開打以來的 這段時間然後其實都可以做這樣子的記錄 然後都可以來去檢視他們的言行 然後跟他們議題的論述 那麼就是這個部分 然後也會希望能夠像上次臥槽一樣 能夠做事實查核 那這裡的話會去參考說就是政治的這一個專案 然後是以那個時間軸的方式 然後來去呈現這些資訊 那例如說就是有這些議題一議題二 然後我們可以去根據他們的陳述 然後來去要求就是事實查核 然後事實查核的結果也會來去做標記 然後最後可以整理像這樣子的一個表單 然後再加上一些tag 所以這邊的流程會希望說就是例如從那個新聞 例如像公視或者是網路的媒體 然後把它整理成google sheet 然後這邊呢就是可以把它整理成就是 timeline的這一個這個網站 然後也有跟那個就是 Colfax的Mr.Oarly有去討論說 就是可以再把就是CheckGPT的這個機制再把它引入 好所以這邊Near真球呢 是那個網站前後端的工程師 然後以及熟悉社群生產的人 以及任何關心選戰工房的人 那為什麼會說Near關心選戰工房呢 因為這個是近期的那個就是民調 那基本上就是Near各大民調做出來的 其實數值上其實都不會差太多 那在這邊的話呢 就是其實對於候選人 不管你支持的是誰 那只要你對候選人的論述是有信心的 不管你支持的是賴清德 還是你支持的是郭台銘 都應該都會希望說他的論述 能夠更多的被大家所知道 那這個平台所提供的就是一個公平的一個機會 讓大家都可以在這上面都有同樣的發言權 然後希望真理能夠越變越明 然後能夠凝聚就是台灣的共識 好 以上 謝謝大家 那接下來我們吧 有信心的 那就是 感谢观看